所有的学校的教学都应该以普通话为主 广东话值得保留 正如论和方言都值得保留 但是为了香港的经济前途 必须要把普通话学得更好 国家不可能等香港 有香港最好 没香港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香港人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谁更需要谁 25年前 那个答案是明显的 今天这个答案 跟25年前不一样了 但是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这几年来香港经历的非常多 也比较困难 但是因为国安法的原因 我想终于迎来了最好的机遇 香港不能再以香港自己为本位来看问题 不能在自我中心感觉良好 机遇主要不是在香港 主要乃是在国家 所以我盼望香港人能够学习 以国家做考虑问题的本位 从前香港人要学英文 要把英语学好 今天我们要把普通话学好 国家不可能等香港 有香港最好 没香港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香港人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谁更需要谁 25年前 那个答案是明显的 今天这个答案 跟25年前不一样了 但是还是非常的明显